脾胃虚寒,为什么喝这个父子里中汤啊,它没用?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你有没有这个胃寒啊,怕冷啊,手脚暖不热啊 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点凉的就开始拉肚子 平时这个消化也不好 有的时候胃完的地方呢,很隐隐的痛 特别是一遇冷的天气,阴雨的天气 甚至碰到一点凉的,这个病情就加重 但是呢,喝了父子里中汤,确实是这个温中散寒 但是呢,在你身上表现不出来它有什么好的效果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情况呢 这个时候建议你花上一分钟,听一听这是为什么 来,你看这个舌头 首先我们看它的舌质 当然被厚厚的胎覆盖了 这个舌质其实是淡的,我们从这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舌质是淡的,快一点白 另外呢,这个舌胎呢,也是白的 你看,多明显 这个舌胎白腻呢,我们认为是寒和湿 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胃虚寒了以后 导致这个寒湿凝结啊 所以啊,它平时这个怕冷啊 手脚软不热啊 包括这个挽腹的地方也会冷痛啊 就是这个样子 脾胃虚寒呢,喝这个父子李中汤啊 来这个温味散寒,没问题 但是你看这个舌头 舌胎又厚又腻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湿蝎重酌粘腻 体内不仅有寒 而且呢,有湿 是寒湿凝结啊 如果一有凝结 你只是这个温阳散寒 有时候效果可能不太理性 另外那个舌胎呢 其实你仔细看已经有发黄的迹象 这个时候什么呢 是这个寒极生热 其实这个是湿 寓酒了以后生热 不是说不寒 最简单的例子吧 就是大冬天你搞一个剩饭剩菜堆到一起 它这样里面也容易起热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呢,是寒极生热 是这个弹灼化热 所以你只是喝这个父子李冬汤啊 它就是不太合适了 一个呢,是它有寒极生热 另外呢,它这个湿血啊 粘腻 它和寒液和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说千寒一除 因为它不仅有寒 而且有湿 另外呢,还有这个湿浴 浴,浴而化热 浴到了一起化热这种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也呢 就是这个后博文中堂 暖脾胃 还能缓解这个虚寒和湿 脾胃的虚寒 寒湿一起解决 甚至有的时候呢 可能还多多少少要加那么一点清热的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它主要的组成呢 就是这个后博尘皮 草豆蔻干姜 注意干姜 这个父子李冬汉里面也有干姜 另外呢,它有茯苓 有牧香 也有枝干草 它还有生姜 除了干姜呢,还有生姜 因为像这个弹食体制的人呢 有多多少少有狗的情况 所以我们认为生姜之狗之圣药嘛 它用后博来这个刑气消账 后博偏温 除了刑气消账以外 它同时也能除湿 这是后果 它是一个造湿充满的药 但是草豆蔻是一个温农散寒 造湿除痰的药 干姜和生姜呢 都是这个暖脾胃温味散寒的 我们已经说过了 干姜和生姜呢 其实是有区别的 这里面呢 是干姜和生姜同时用的 我们临床呢 有的时候呢 也经常把生姜和干姜 搁在一起用 最后提醒大家 如果你也是这个脾胃虚寒 这个舌头一看呢 是薄白胎 这个湿不重 只是寒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这个 富自立中汤 如果说这个舌头舌胎厚腻 除了虚寒 还有湿 湿血还比较重 而且以湿血为主 这个时候呢 就建议用这个厚薄立中汤 当然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如果有热的 还可以加一点这个清热药 你像那个饱喝碗里面 用一点汁子就是这样 它有急 急了以后容易预热 这就是特的一个情况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接着讲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